電影《為你而來》的男主角劉大維 原本是一個橫行霸道的街頭混混 不僅到處惹是山飛 企鴉百姓 家庭也瀕臨破裂 不過當他偶遇法輪功學員後 他所看到的一切 從法輪功主要著作《轉法輪》中瞭解到的一切 都讓他的世界觀發生了巨大變化 就在大維剛剛走進修煉之門時 兒時的玩伴明華卻被醫生宣布 已經胃癌晚期 走投無路的明華在大維的一再勸說下 終於拿起了《轉法輪》 認真閱讀 他的癌症神奇的不知而喻 這讓醫院上下都維持震動 也再度堅定了大維修煉的決心 隨著學法的深入 大維不斷歸正自己 小商店誠信經營 不額不詐 往日打打鬧鬧要離婚的家庭 如今變得和樂安寧 夫妻雙雙 緊緊修煉 然而就在法輪大法風靡全中國之際 中共的鎮壓開始了 1999年7月 中共將法輪功定性取締 並開動所有的宣傳工具進行抹黑 編造種種害人謊言 所有上訪渠道都被毒死 無論各地政府還是中央信訪辦 等待法輪功學員的是警車、抓捕、勞教和判刑 在這種情況下 各地法輪功學員為了講清真相 讓民眾不再受謊言蒙蔽 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 紛紛走上天安門 大衛和妻子春彥也在天安門廣場打開橫幅 用盡全力喊出 法輪大法好 法輪大法好 法輪大法是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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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輪大法好 和許多其他到天安門喊冤的法輪功學員一樣 大衛和妻子兩人雙雙被抓 在被警察從北京帶回戶籍地的路上 大衛仍然對警察慈悲勸善 就在此時 車子撞上路邊石頭 真的掉下山去 看著不計前嫌 積極救人的大圍 這些警察終於被感動 瞞著上級 放行了這些善良的法輪功修煉者 走吧 等你們都走了 我再給局裡打電話 這部影片的導演剪輯版 編長三個多小時 2019年7月20號 通過新唐人電視臺在全球收播 當天 正是中共鎮壓法輪功20週年